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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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今天呢 再把这个北曲杂菊的体制规律 渊源与形成 像这样一个题目 我在这里要再强调的 我们呢 对 不管是一件事 或者做学问的探讨 第一啊 当然就要一种 鸟看似的全面的 观照 观照以后 一定会看到什么样 种种现象 你看到 种种现象以后 自然呢 就要引发出说 为什么会这样 然后你已经知其然了 更要知其所然 这虽然是很平常的道理 可是能够这样来要求自己的人 其实不多 因为一般人 常常会怎么样 吸烟不查 比如说我们这个题目 北曲杂菊的体制规律 这些是不是都已经存在里边 存在这个圆杂菊里边的体制规律 是我们怎么样 把它观照出来的 那要告诉各位 那要告诉各位 你观照的时候 是单一的观照 还是全面的观照 还是这个什么呢 许多同类中的观照呢 当然要越多越好 当然要越多越好 可是只要你观照 它呢 稍作这个什么呢 现象的整理分析归纳 就是会不会很容易展现出来啊 比如《圆杂菊》 这本也是什么 四个段落 几乎都四个段落 然后你发现说 哎呦 怎么有五个段落的 五折的啊 好 你再仔细一看 这五折都有问题 这可见不是元代的 因为明代以后才有这个现象 那么你从其他的 语言啊 这个什么呢 文字啊 或者呢 考察这个 写作的作家的这个 俗性年代啊 就马上可以断定 反五折折 皆非元杂菊 对不对 就你从这个 现象 然后你应该要记这件事 为什么 元代的杂菊 所以大家都用四折呢 为什么要守这样的规律呢 这是不是又一个问题啦 然后我们进一遇说 知其然就是四折 可是为什么会四折 所以我们的渊源 就要考察渊源 形成 为什么会形成的缘故 这就是 学术了 所以学术呢 常常就是 知其然 然后 知更知其所以然 说出了他的道理 说出了他的道理来的 这就是学术 这个道理如果大家都没有发现 你就是创发性的见解 大家就会什么呢 大家就会什么呢 引用 比如说我和各位也说过 我为了 我为了 要读 《反杀记》 读完《反杀记》 觉得怎么样 觉得《反杀记》的故事是 春秋时代的西施夫差郭剑 你会觉得这是怎么样 这是一个历史的事件啊 历史的人物啊 我们大家呢 目前都知道大概怎么样 《恶心长谈》啊 《孤苏台》啊 这个什么 我还说过这个什么 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号女间谍 就是西施 这个我都说过啊 那我就引发说 哎呀 这个《反杀记》到明代 这样的一个西施故事 它到底在历史上是怎么样 那你就要追寻 我和各位说过 我追寻了史记 什么 左转 国语 都没有 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人物 哎 可是西施明明有 又找先秦诸子百家 哎 有这样的名字 可是呢 再从这个名字里边来分析 哎 他都没有说怎么西施 庄子 孟子 这个什么 圣子 韩非子 等等 都提到他 他 连那个汉代的赵琪 在朱节 都也不知道他哪里人 什么时代的人 只说 古诸 好女子 然后看在先秦诸子的时候 都只是把他当作美女的典型 如果他在春秋时代有这个人 会不会只把他当作美女的典型啊 就不会 所以我因此才创发了西施历史上面这个人 但是有他的影子 这个影子是什么样产生的 是因为古代战败国家必要送美女 最近是历史里边每个国家都会这么做的 所以吴打败了岳 岳当然要这么做 所以大家容易相信 可是送了美女没人说谁啊 也不只送一个啊 那西施呢 既然是古代的美女 好 又有某种理念 这个理念呢 就是 这个动力 这故事的一个动力 我们民主思想里边呢 在古代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 那就是 一个国家灭亡 没有一个美女亡得了吗 亡不了啊 所以 下节灭习 所以 这个是要 作亡打击 对不对 作与亡包宿 所以 一直到 我们师胜杜福 都认为 杨贵妃呢 也就是使得 唐代 衰败的一个罪魁祸首 把它比作 包式打击 你看这个观念很深 所以 所以 那个 造业 公汉 初年的造业 写的 五月春秋的 这个拜官也使 就这样把它 塑造出西施来 然后 我这个观念 就变成了一个 创发性的见解 所以你看 这个也是从什么 先从观照 观照一部分就有疑 这个疑以后 我们要怎么样 要把它诠释 知其 所以然 然后 就可以创发见解 学术真是如此 包括我们的 北曲杂句 四则 我们也说过 为什么会四则不可啊 因为 宋经杂句院本 最后慢慢结合形成的 四个独立小戏 终于形成四段 所以这是传统的根源 四段独立 所以它现在把它进一步 启程转合 结合起来 这是它的根源 它的开展 还有呢 因为古人演戏 演戏 不是下午就是晚上为多 那四段四则 就演一个下午一个晚上正好 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实际的功能 然后呢 当时候的戏班 人数也不多 所以这个四则呢 就被这样锁下来 那一人独唱 那我们说过 一人独唱呢 凡事不是一人独唱 都不是圆杂句的 都是明代人改动过的 那为什么圆杂句要锁住这个一人独唱呢 那一人独唱会唱破喉咙的 所以它只好把一个历史的包袱叫什么 四则 宋经杂句夜门四段 每段独立演出 对不对 原杂句演出也保留了这个 每一则独立演出 中间插入 杂耍特技音乐舞蹈乃至于不 恶戏之类的穿插演出 杂耍特技 所以圆杂句的演员 唱完一则就可以怎么样 休息半天 说喉咙不会破 这样就解除了许多学者的疑虑 所以圆杂句的正末不止一个 对不对 恰好圆杂句的这个是什么呢 有四则 改办四种人物 就认为它不是一个正末 可是我们知道圆杂句的剧团大还是小 小 那你小要怎么关照啊 从现存的圆杂句细班的组织 去关照很容易就知道细班是怎么来的 第二呢 观察圆杂句每一则演出的出场的角色人物 他几乎都三两个人最多五个人为 就了不起 七个人不过一两出而已 所以他只要小型剧团就怎么样 就可以 那小型剧团里边 融一山融得下梁胡吗 所以有一个生有一个蛋就了不起了 甚至只要一个什么呀 好演员 像《青楼集》里边的乐剧歌迹 的名演员 他既可以充任末也可以充任蛋 所以只要一个女主角就可以 还有呢更多人才有一个包袱 因为圆杂句是什么来的啊 是说唱文学怎么样 一翻转就过来的 而说唱文学是几个人在歌唱啊 在说话 一个啊 只有讲经文呢 他会有一个讲和唱分开 讲的是法师 歌唱的叫都讲 那是一个 一个这个类似 类似现在基督教的那个牧师一样 只有这样的情况 所以一人独唱 他就是说唱文学的非常久远的传统 中国的传统 圆杂句 从说唱文学一变成为戏曲 所以他在戏曲里边 他的这个地位 他的这个什么艺术 整个艺术 会是厨型出造还是精筑 发展完成的啊 当然还是比较 位阶比较低的 因为他才刚开始成为戏曲 所以他的这个在舞台艺术方面 就有待于南起杂句后来给他补充发展 是这个这样的缘故 我说这些呢就是 在提醒各位啊 我们我们 重视只是这么一个体秘 可是他呢 体制规律 完全从观照 梳理 分析整理 就可以获得的 可是这样绝对还不够 应当还要再谈他 为什么会这样子 所以我们才有 素颜和怎么样 形成 所以形成的这个探讨 那上个礼拜我们也谈到公调 取牌 公调呢 我一再说 是有意义的 音乐的东西啊 很难定位 音乐东西变化 我说如果公调没有意义的话 为什么在国语里边 春秋时代就记载十二律 你们知道十二律吧 十二律就是律馆 对不对啊 律馆 那十二律的名称 一直和现在都一样 更可平均的 就考古田野里边 发现的那个定音的中 有瑞宾中 还有什么太处中 当然不是十二个都有 但是有一个就知道怎么样 就有十二律嘛 没有十二律怎么会 他自己在中上刻瑞宾中 太处中这样的 这个是什么呢 可见他其他还是都有啊 那中这个中也就是拿中来定音的啊 就想要拿律馆来定音的一样 所以公调的基础你看就有 还有各位读史记 记得不记得 冤太子丹 他要请荆轲去赐什么呀 赐秦皇 我上个礼拜好像还跟各位谈过这个 就在益水送行 那个益水我可是坐了很长的车子 去看一眼的 一看啊 哎呦和我们加南大县的水沟差不多一样大 一点都没有 不过在附近啊 发现了五头铜牛啊 你知道五头铜牛就古人认为铜牛可以振 振那个水灾啊 可见这些遗迹啊都还有 那在那边啊我是唱不出 风啸啸是一水寒啦 可是你看历史记得很清楚 有个高建礼 对不对啊 谈主 谈主 对不对 谈主 实记说 为辩子之身 那辩子之身就是公商爵之语 是不是也很非常古老啦 七阴阶起码是不是在 这个战国 起码战国年间就有啦 像这一些 那如果 而且呢 我们一直到现在所有的取谱 没有任何取谱 不是先有公调底下才有取牌的 古人都傻瓜啊 如果公调没有用老早就什么呀 把它排除 所以公调起码它有这个什么呢 有捅售取牌的作用 而且我们在这个戏里边 要连套 如果这个音乐要转变 音乐要转变 那么剧情呢 就非跟着转变不可 这个有一个成语叫 移公换语 或者移公变调 那么可见公调转变 生情就转变这个什么 演出的内容的情境悲的 哀的这个什么 这个转变 那么如果公调没有意义的话 要干这些干什么 为什么那么久的人都如此 而且我观察 从元代以后有十几个人 明清的曲家 都引用资安 公调生情说 这些人都是音乐家 都是戏剧学者 如果公调这么样的意义 他们都傻瓜 都还盲从 我们不能拿现在 我们对公调的不认知 或者公调变化到现在 确实从管乐器 变到这个什么呢 为诅咒以后 比如削啊 底啊 公调的作用 没有以前那么样的了不起 所以才由管或者底来定音 因此我们有所谓的什么 管色 对不对 管色 各位知道 这个上词公凡 四五一 什么小公调啊 此字调啊 这个什么 这一些啊 这一些啊 定音 所以使公调呢 开始啊 简弱 我和各位说过 宋代的时候 因为怎么样 宫廷里边 雅悦的公调到民间变成俗称 这些俗称混乱了公调的名称 所以使后人更难以掌握 但不能说公调没有申请 这是我们应当有的结论 请问昆腔和昆曲一样不一样 昆腔的载体可以什么 可以割咬 可以小调 可以像我编戏里边 我说昆腔吟唱 捷句啊 律诗啊 都可以 可是昆曲就是我们这里边所要说的曲牌 各位还记得我说曲牌有几率啊 曲牌有八率啊 再复习一遍 字数率 这个曲牌 总共有几个政治 这个叫政治率 这个曲牌里边有几句 是非有不可的 就叫政治率 那有政治就有什么样 有增字有减字啊 有政绩率就有增计有减计啊 这是变化 然后什么样 长短率 什么叫长短率啊 这个曲牌第一句该几个字 第二句该几个字 能不能随便啊 不能随便 第四 就是同样一个三字句 四字句 五字句 六字句 七字句 都有音节怎么样 单双四 上三下二就双四句 上二下三就单四句 七言上四下三就单四句 上三下四就双四句 这个一点都不能马虎的 单双错误 整个曲调 旋律音乐都变 不要小看这一点 第五呢 邪运力啊 第六呢 评哲力啊 第六呢 评哲力还有细分什么样 进一步 声调力啊 然后还有对我力啊 还有一些什么样 比较精细比较特殊 那一种在 语法里边 或者副词里边的 笛字 延伸或者双生 笛印种种 或者短注印 一声蒙经 一声呼听蒙经 列是这样六个字 特殊与法力 特殊与法力 我再说一遍 政治力 政据力 长短力 音节单双力 协印力 还有评哲声调力 对我力 特殊与法力 你看他 他有这八力 这八力是古人车 把他没事干 来弄的嘛 他根据这八力 是不是每一个取牌 他就有很至极 产生特性的 语言旋律啊 那这个特性的语言旋律 是不是具有特殊的生情啊 生情里边 比如说你悲哀的 欢乐的 叙述的 抒情的 游难的 而且呢 群体这个什么呢 绕场的 歌唱的 种种不同的情况 他的曲牌 就会适合那种情况 所以你用错了曲牌 就像是什么 你要治胃病 结果什么 吞啊 那个心脏药 一样的 合乎 曲牌的 才是 昆曲 昆曲是以 曲牌 为基础 产生的一种 具有音乐个性 就像人 不是那个怎么样 不是像老人 成这个什么 痴呆症那样的 只有行驱 而没有灵魂 没有智慧的 昆腔 只是告诉你 这种音乐的 略形的 那个 那个情味而已 可是昆曲 每一支曲牌 都有每一支曲牌 不同的个性 你用对了 你歌唱起来 和歌词 就融合在一起 相得益彰 和剧情 就引人入胜 我们来 曲牌 从 这个什么 非常古老的岁月 宋慈的持牌 甚至更早来推 汉卫乐府里边 已经形成了 我们后来 持牌 曲牌的 雏形了 汉卫乐府里边的 岳福就是汉代的音乐 他们也已经有 这个形成 慢慢慢慢形成 就某个特殊的 的这个规律就出来 在这个规律制约之下 它就形成一个 特别的现象 所以啊 像持牌 有些人看到说 哦 这个叫塑罗村 又塑 对不对啊 又罗 又村 哪一个村啊 木字边 春天的村 你们知道 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个村啊 八千年的这个老树 对不对啊 所以把村 就当父亲来用 希望父亲长寿 为什么仙呢 母亲叫仙啊 仙是王幽草啊 母亲慈爱啊 可以使我们 所谓村仙 就这么来的 那塑罗村你看 哦 父亲生日啦 填一手这个什么样 塑罗村来祝贺他 可是各位要知道 曲牌原来是有意义 字面上是有意义 是相符 最原始的 慢慢它形成一个什么 这个曲牌音乐 这个曲牌的那个符号 这个符号的音乐 是在里边的 所以 塑罗村慢慢变 变成什么 变成一种悲哀的调子 那悲哀的调子拿来做塑 行不行啊 就不行 你的朋友呢 结婚 我填一个贺心狼 有一个调子就是贺心狼啊 可是贺心狼变到后来呢 符号以后就变成导王的 那你用这个贺心狼 就不对了 同样的这个什么 在曲牌里面 你用错了曲牌 就不行 而且我们上个礼拜也 所以说到曲牌本身 会不会发展呢 会发展 最起先的曲牌 各位觉得 规律一定是简单的 还是复杂的 当然简单的嘛 简单的规律 会不会有个性啊 个性就小啊 所以最早的民间的那个小曲 民间的小曲 都没什么个性可言 所以小曲一定是初曲 音乐性不高 小曲是曲牌的初行 曲牌本身是会演进 会成熟的 这一些只要把剧本拿来观照 各位 观照的方法很简单 但是要懂得翘 做学问有时候要以简 怎么样 预防啊 你比如说一支曲牌 哎呦 在最早的张学状元就出现了 这支曲牌 明明这个什么呢 是初曲 可是到后来 变到后来怎么变细曲了 原来是敬仇唱的到后来变成什么 生蛋在唱 或者呢 原来呢 生蛋唱的到后来怎么变成敬仇唱 你稍作分析 比如说拿前者来说 他就像婴儿眼睛到怎么样 成年人 他自己在格力上怎么样 有一种修饰增加 那那个呢 原来生蛋唱到后来镜头唱 就是因为在早期的南戏的时候 即使生蛋都是保留民间小戏的什么呀 小戏的性格 那时候的艺术还不发达 所以生蛋也唱了一个初曲 他没有长进 所以一直保留了 会不会有一个人这个什么呢 智慧永远不长进的现象 也有啊 也有小孩子长到一个程度 诸如啊 就永远不长进 就不长高啊 这都有的 类似这一观察 所以曲牌本身 它的艺术性 会提升 会演变的 就像唱腔 会不会提升啊 同样CPR法 被那些什么样 宗师 谭心培梅兰芳等 这些宗师 一唱起来 他就不一样 因为他们可以用他的 音色 口法 行腔的这个技术 提升唱腔的艺术水准 那一般人 无法成名角 就是他 没有自己这个能力来提升 这是第一 第二呢 曲牌本身 会不会怎么样 像我们一个人 要开创一个事业 事单力薄一个人 有的人就懂得怎么样 懂得呼朋引伴 然后开创一个更大的势力 来前进 所以曲牌有 聚众成群的现象 比如说 有两个 就像在座各位 你们两位是好朋友 一天到 看到你们都走在一起 对不对 常进出 看戏也一起进出 如果两个人成为好朋友 类似这样子母调 对不对 所以曲牌本身也会 聚众成群的开展 如果不聚众成群 他能不能演出大型的戏曲 就不能够 别曲呢 有所谓所曲 对不对 中间那一部分叫怎么样 叫正曲 尾巴 一部分叫围曲 围曲普通都用煞 煞尾这样的情况 那和蓝曲的影子 过曲尾声 他的根源就在 岳虎诗里边有什么样 燕 还有什么 结 结 就结式的结 还有乱曲 这样都是三部曲 基本上呢 比较传统的 像乐福啊 像南管啊 汉乐福啊 或者我们现在存在的 泉州南管啊 或者昆曲啊 它都是 保留什么 先闪板 慢板 再怎么样 这个 换板 是这样的一个 先慢 后快 快到几点 又缓慢下来 乐曲就结束 所以啊 听演奏呢 快要结束 大概都会醒过来 可是 白曲 它却中间会 由 快 慢到快 又会变化 这个不是我研究的 是我老师 就是郑英伯先生 那么说的 你们研究音也留意一下 别曲的套数 结构 是不是可以 由慢快 又慢又快 这样的这个 结构形式 但毫无问题 我们从观察 就会像郑英伯老师 在他的 原人杂句 的结构里边说 这一些 曲牌的 连套啊 哪些曲子 要摆在前边 哪些曲子 要摆在后边 哪些曲子 可以 变化 哪些曲子 一定都 结合在一起 多有他的 这个 这是我们从 观察里边 就可以得到的 一种现象 好 这种现象呢 我一直 没有把它说清楚 也就是说我没有去进一步研究 知其所以然 缘故是因为我 对音乐啊 很外行 因此我们在座的 有好几位是 音乐的教授 研究生 你们就要去研究看看 为什么 这几支曲子 老在一起 为什么这些曲子 非在摆在前面不可 为什么这些曲子 要在后边 为什么这些曲子 老是孤零零一个人 没有朋友 为什么这支曲子 有兄弟 有姊妹 甚至有孤节兄弟姊妹 在一起 也就是说有些啊 七个曲子都是老是摆在一起 那有的呢 两个曲子就带过曲 或者三个的也可以算带过曲 三四个的 以上 我们说为曲组或者曲段 这种现象啊 是要从音乐上去分析 他为什么如此 这种现象是绝对存在的 郑英博老师的这个 那个别曲联套树立 郑老师呢 也不懂音乐 所以他只把现象说出来 你们如果把这个 学音乐的同学 你们把这个 刚才我说的那个道理 把它研究出来 而且 证据 甲 乙 饼 有三个证据 那你就可以站得住脚了 去分析一下 我想一想啊 独立的呢 曲牌一定是个性鲜明的 或者是什么呢 因为它有承上起下的作用 承上起下的作用 承就上边那一个群组 因为通过我 然后又可以按下边一个群组 就好像 当年张拳卸舵 对不对 我们张拙拳拙的在卸舵 那里边呢 总有个 公亲 出来协调 不要打了 不要打了 你们也是我朋友 我们说 大家喝喝酒 那样的 就是独立 独立的曲牌 我的想法是 你们也留意 看看是不是 是不是如此 这些孤节兄弟呢 这些孤节兄弟呢 他们开头那个和第二个之间 是不是在板眼上 音乐上可以有一种 连续过磨 连续过磨 比如说第一支曲子到磨炎为止 那么下一支曲子就从头炎开始 或者上一支曲子的最后一个是中炎开始 那么下一支曲子就是磨炎开始 类似这样的衔接 是不是有这种现象 那么如果说每一支曲子 可以找出他这道理 你就可以看他们为什么这几支曲子 都会依存在一起的现象 这一定是和音乐有密切的关系 那这一点呢 我就不能给各位解答 但可以提醒你们去处理 那这个曲牌 来 成为套数的眼镜 我想也不是一朝一夕的 我们可以从诸公调 看到 哦 诸公调 他的这个曲牌连续类型 这一定是曲牌连续的雏形 可是遗憾的很 诸公调 现在存下来的 多不多啊 不多啊 而且三个 三个细 三个类型 我记得和各位说过 三个类型呢 一个是刘志源诸公调 他呢 不完整 一个就是 董谢元的怎么样 西乡 董谢元的西乡诸公调 还有一个呢 是元代的 天保仪式 天保仪式诸公调 那三个正好呢 都是孤立 刘志源诸公调 是偏向于磁力的 磁力 而这个 西乡 董谢元西乡诸公调 是 借于磁和曲之间的 天保诸公调 它是纯粹演曲的 所以这个可以看到 这三个诸公调呢 你们就可以看出 曲牌的这个 形成啊 由磁牌的 连缀 到 借于磁牌 曲牌 的连缀 还有 王博城 还有各位也要知道 戏曲里边的曲牌 和 三曲的曲牌 请问 会不会多一样啊 会不会有一样的啊 当然会有 有一样的 有不一样的 所以曲牌就变成 有什么呢 有 移于 三曲的曲牌 俱曲不用 就移于 细曲的曲牌 细曲不用 也有一些什么呀 三曲也用 细曲也用 就像 三曲 你那个清唱的 这个什么呢 清唱 讲求清唱歌乐的 这个艺术的 这个艺术的 相当高级的 适合不适合去唱戏啊 反而不适合啊 因为在舞台里边的戏 要身段动作 要摒摆 要配合这个舞台的气氛 它太过于这个什么精致艺术 是反而不适合 是反而不适合的 同样的 如果这个什么呢 它是讲这一字一音都要考究的这个唱功 那这就是要怎么样 是哪一种曲牌啊 是适合清唱的 闪曲的 这一种曲牌 当然不适合 这个 戏曲 同样戏曲里边的 有一些也不适合这个 精致歌唱艺术的 因为它 锣鼓点 可以不必要那么精准 它随性加入的 这个称制 或者种种呢 配腔 可能呢 就自由 但是这适合不适合 讲究一字一音都要考量的 歌唱艺术啊 就没有 所以也有 两者都可以用的 这也各位 留意一下 像曲牌 同样的把它组成成为一套 你们是 所以不会也有怎么样 这一套曲子 太精致太什么 用在戏里边演啊 不是 这一套曲子呢 在戏里边演的非常热闹 非常热闹 用到这个什么 歌唱也不行 所以这个曲牌啊 你看 连同样之曲 三曲 俱曲都有分野 如果不和曲牌的个性有关 音乐职性有关 它怎么会如此 所以现代人不了解曲牌 他就什么样 他就 畏惧他 就不甩他 就鄙视他 就污蔑他 就掩埋他 在这个体制规律里边 还有一个啊 吵吵闹闹闹 明代的人 尤其吵得厉害 那就说 到底 圆杂剧 的冰白 各位知道什么叫冰白吗 冰白 光这两个字的意义 到底怎么解释 到底怎么解释 因为这个冰 就有主客之间 以主 以曲为主 那么白就是冰 就次要 那冰白的劲的作用 有独白 对白 乃至于旁白 乃至于一边唱一边什么 甲白 乃至于滚白 乃至戴白 哪一个人把它分得最仔细呢 徐福明先生 徐福明先生 徐福明先生的文章 你们可以读 他每一篇都写的 相当深入 有独到的见解 他的那个冰白的分析 我们这个音量都有 而明代的人 就说 这个冰白啊 是什么呢 剧作家根本不写的 是演员怎么样 演员临时 临时 临时凑合出来的 有好些人是这么说 请问像这样的现象 你要怎么样来解答这个问题 首先 首先 我们呢 可以 已经 逆古 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古人有没有可能 譬如说 我们现在鸽子戏有一种怎么样 急性式的 这个 又叫目表系 知道目表系吧 把一目一目 第一目是什么呢 的这个初目 名字写出来 拿到里边 打个表 夫妻相逢 第一目就是夫妻相逢 好 第三 第四处 惨别 可能这样 然后说戏师父 把大家找在一起 夫妻相逢 你们这个什么 鼻子好久不见 一见面就 然后奔过来 抱一抱 再离开在这什么 开始你唱我唱 他大概就这么说一说 说戏什么话 唱这曲子 那是你的事了 各位 以前中国的戏曲 像这种演出 不只是歌子戏 许多剧种都是这样的 急性的 你们如果了解这一点 就可以解决戏曲史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就是 从王国卫以下 都说 宋经杂句院本 怎么都没有留下剧本 现在懂了没有 宋经杂句院本 他就是急性式的 他就是急性式的 当时候有什么式 眼前有什么要什么 灵人急性的说 然后呢 觉得这个 很有意思 被记录下来 记录就是那个 初目 你看明初 你看明初 他要说什么 他自己都还不清楚 可是一说了以后 哇啦哇啦长篇的 大论 也来不及计 但是 这一次演的 下一次可能就不一样 你们也知道现在歌子戏 像燕楼你去打鼓 这个演员呢 眼睛向你比了一个什么 哦你要打什么 你的杰作是不是就打啦 打啦他就 就是他想要唱的那个调啊 那个调他脑子里边 已经记了很多词记啊 很多啊已经熟悉各种 场合可以运用的词句 他 反正七个字嘛 对不对 加进去 有时候呢 在里边多下一两个真字 或者是寸字 这样一叉 就可以了 所以像这样的 民间小戏什么 他当然这个 不只冰白 原来没有 连歌词原来有没有 都没有啊 可是戏曲会不会演进啊 会不会发达啊 会啊 你现在如果要 要上国家剧院去演出的鸽子戏 谁还敢用这一招啊 对不对啊 灯光什么时候要打在你 那是分秒必争的啊 不像你在野台戏随便走随便一位都无所谓啊 你要唱几句时间都要控制好啊 或者等一下观众这什么还演不完 或者什么 怎么再看一下就结束了 所以戏曲的一种眼镜 尤其像原杂剧 各位想想 你们如果读他的剧本 我希望你们都读 读他的剧本 那个文学已经那么的高 那文学很高 然后呢 如果还要 他这个什么急性的来 说什么话 全部是急性 会不会配搭的好啊 绝对配搭不好 但是冰白毕竟不必合约 所以冰白的变动 适度的变动 是不是就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你只要根据这个剧作家写的冰白 大意如此 演员在演出的时候 稍作变化 或者临场加入一些 一些积蓄的味道 尤其左脚 这是可以的 可是不能因此就说 冰白不是剧作家写的 是演员临场随性的 如果临场随性 是会脱节的 剧情的这个 是无法这个什么呢 呃 配搭 而且吸引人 可是 为什么圆杂具里边 圆刊杂具 三十种 都没有冰白啊 可是虽然没有冰白 他里边为什么 某某角色上 云鸟 对不对啊 或者水和水什么 枯柯 他用一些简单的提示 那这时候又有什么缘故呢 这不是给那些说 不必要有冰白的人 一个很好的证据吗 你又对这个如何解释啊 当然 你要看 这样的剧本是什么作用 这样的剧本 就像什么呢 最白球那样的剧本 最白球就是在乾隆年间 剧场里边 这个 流行最盛的 折子戏啊 把它这个什么呢 单本印出来 后来把它集合起来 古人看戏 有没有现在的字幕啊 没有 所以唱词容易不容易听懂啊 也听不懂 尤其像这种曲牌文学 是不容易听懂 诗战七个字十个字的乡土 地方戏曲 容易听懂 为什么七个字 十个字容易听懂 因为它的节奏变化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凡是这些乡土的 它文学性一定是离属的 还是高雅的 离属的 那么他们是用这个雅言 还是用这个方言呢 用方言 恰好用方言的 声调多 容易听得懂 如果用官话 同音字太多 声调太少 不容易听得懂 所以我们 为什么唱广东话 广东歌曲 大家一听就听得懂 用唱闽南歌曲 客家歌曲 当地人都听得懂 不要看字 因为广东有九个声调 闽南有七个声调 客家有几个声调 比国语当然要多 所以他容易听得懂 声调多 表示每个字音怎么样 分别性就高 国语同音字太多 如果说 谢谢各位 本人 曾永逸 我告诉你 你们在座 写曾永逸 三个字 如果不认识我的话 写出来可能有十种曾永逸 对不对 同音而变就那么多 所以《冰白》 在《原杂剧》 绝对是原来有的 但是《原杂剧》是俗文学 俗文学里边可变性就高 尤其演员临场变化 打个比喻说 我写的说 这个什么《君上》 他就改成《黄上》 因为他觉得《黄上》 比较顺口 或者哪里他觉得 比较顺口 还有他常用的语言 他就加进去 所以各位 我们有一门学问叫做 《教勘学》 正式是《教酬学》 《教酬》很难写的 我们现在 这些绝不是教对 《教勘学》 《教酬学》 是要有相当高的学养的 绝不是教对 最难去叫刊叫丑的 是戏曲和小说 因为它变异性最大 尤其小说戏曲常会被怎么样 被出版商或者出版商请来的文人去改动 所以有一位谁啊 鼎鼎大名的唐贤主啊 他的牡丹田在明代就被改了六个版本 弄得他说 一手智不妨懊者天下人赏子 翻成白话说 我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你们唱破了喉咙 我就不管你们 类似这样 那为什么呢 文人要改 《伤害》原杂剧最大的 是张敬鼠 张茂寻 圆曲选 可是对圆杂剧功劳最大的 也是谁啊 也是他老兄 他的功劳 就使得圆杂剧的精华 一百种 他选的大体上是 十不理八九的精华 使得圆杂剧保存下来 可是他好以异为之 好以明代那时候的文学的风气 明代那时候的别曲 已经由古笛版的音乐 改成什么呢 选手调的音乐 所以 圆杂剧里边的 这个编摆增加这个什么呢 趁至争夺 就撕掉了 圆杂剧的 本来面目 这是张敬鼠 所以这一点 那可是这种风气呢 因为圆代就常常 只印唱词 不印这个什么 不印这个冰白 所谓到明代有个王女 叫 朱 朱献王 朱有墩 有没有的有 伦敦的墩加个火之鞭 因为明太祖的儿子都要加火之鞭的 大概他们去火 朱有墩 名字叫 这个号叫陈灾 它 是明代 还有现在 现存 杂剧作品 保存最多的 叫陈灾杂剧 有32种 它那32种杂剧 都特别著名 全兵 全兵 全部兵 附有兵白的 它为什么这么著名 可见那时候 好些是什么 好些不是全兵 它附这个兵白 表示我这个很完整 而这个什么呢 编白和唱词之间 一定是 血墨观和相连 所以我们对于 像这个西蜀梦 西蜀梦 写的就是 刘 关公和 张飞的 这个 魂魄 要回去 他们都被害了 要回去刘备那边 哭诉 路途中 魂魄飘破 但因为它没冰白 我花了两次 仔细去读 还是好些地方的 分不清楚 是谁的口吻 所以呢 我就断言说 冰白 如果这个什么呢 创作的时候没有冰白的话 你灵人都很难要把它 关合起来 来演出 好 这是我的看法 好我想呢 今天啊 这个 就讲到这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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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